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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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 凯撒不为所动 凯撒和女王的初次商谈并不成功 女王知道皇宫中的所有密道 她通过密道和墙上的小洞窥视凯撒和下属开会 听到下属为凯撒介绍自己 女王无意间发现了凯撒的秘密 原来凯撒身患疾病 一旦发病会异常痛苦 只有弗拉维乌斯能接近她照顾她 女王略感讶异 女王拉在自己宫殿里倾听着费比斯的朗诵 费比斯眼睛失明 耳朵异常灵敏 她听到凯撒来访 女王拉紧紧披着一件青纱躺在长椅上迎接凯撒的到来 凯撒来之后 女王向她直言亚奇勒斯已经准备进攻 凯撒的处境不比自己好多少 但是凯撒并不放在心上 出了女王的宫殿 凯撒的手下就来报告再满武器的埃及船只 已停靠 凯撒下令秘密进行烧毁埃及船只的准备 女王得知凯撒得的是癫痫 此时阿波罗德斯来禀报凯撒等人纵火烧舰队 却烧到了埃及的大图书馆 女王愤怒指责凯撒烧毁图书馆毁灭人类文明的行为 凯撒并不满意女王 称呼自己为野蛮人 并起了征服这个女人的心思 这使凯撒的下属来报告越门被亚齐勒斯的军队袭击 凯撒无意在与克利·奥特·佩拉纠缠即刻奔赴战场 战况激烈 凯撒的队伍略战上风 但是他并不打算进攻 女王为防下毒 都有侍女洛托斯试毒 洛托斯被波蒂诺斯威胁向女王下毒 女王发现后让洛托斯喝下毒药 凯撒向托勒米十三世和女王传递了罗马元老院的旨意 处决波蒂诺斯后 又将托勒米十三世和席多特斯一起送到已经被自己军队包围的亚齐勒斯的军队里 女王想和凯撒询问详细情况 凯撒的疾病又复发了 他急于驱赶 女王离开 女王执意留在凯撒身边 两人终于燃起了情义 第二天在所有朝臣面前凯撒将代表权力的皇冠带在女王头上 病单膝下跪在女王身前 凯撒和女王讨论起埃及的富饶 女王甚至相信可以从埃及统治全世界 女王询问起凯撒的子嗣 凯撒的第四任妻子卡普尼亚不孕 而前几任妻子也并没有为他留下儿子 女王表示自己愿意为凯撒繁衍血童 凯撒为了女王留在埃及一年 即将要返回罗马 凯撒和女王来亚历山大大地的棺木前 女王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他对统一世界的渴望 同时告诉凯撒自己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凯撒最忠诚的手下安东尼告诉卡普尼亚凯撒 你和女王结婚 女王通过祭司的预言得知这是个儿子 他和凯撒都十分开心 女王拉吉将分娩 他叮嘱侍女一定要将孩子亲自抱到凯撒脚下 为的是让凯撒在众人面前承认这个孩子的合法性 罗马法律中一旦在公众面前抱起婴孩 就承认了孩子的身份 这个孩子成为凯撒的继承人 取名凯撒里昂 安东尼听到元老院成员西塞罗聚集成员妄议凯撒 便上前打断他们的对话 凯撒即将回到罗马 女王想知道凯撒何时会带自己和儿子回罗马 接受众人的朝拜 凯撒仍旧受制于元老院 对女王的要求陷入两难境地 女王并没有强求 他选择遵从凯撒 等待凯撒到来 凯撒的手下军官 鲁飞欧带来凯撒成为罗马 终生独裁领袖的消息 女王以为凯撒不再受制于元老院 可以公开承认自己和儿子的身份 鲁飞欧却说凯撒仍旧要听元老院的指示 女王不禁有些失望 安东尼提出邀请已经结盟的埃及的女王 克力奥特佩拉参加凯撒的加冕仪式 得到元老院的同意 女王还未到达埃及 就以强大的财力为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奉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女王和儿子坐在巨大的尸身人面 向雕塑上款款入场 由数百人拉着 场面之壮观 连元老院的人都不禁其力 女王和凯撒里昂身着黄金制成的衣服 罗马人民欢呼着迎接这位美丽而富有的埃及女王 女王有十余人抬着下了雕塑 在她向凯撒弯腰致敬的一刻 广场上的罗马人民爆发出巨大的欢呼 安东尼见到这位埃及女王 也为她的美貌而呆呆地移不开眼睛 乌大为则显得不屑一顾 凯撒和元老院就一些政治观念上起了争执 甚至以取消自己的独裁者身份相威胁 凯撒渐渐渴望权力 她向元老院提出要奉自己为罗马国王 凯撒的神志随着年龄开始渐渐不清醒 元老院害怕凯撒会将众人杀死 元老院众人希望元老院成员大臣布鲁特斯 从凯撒手上拯救罗马 布鲁特斯却顾念凯撒曾经的救命之恩 几个月后凯撒告诉女王元老院即将承认她是国王 安东尼说国王头衔仍旧只是一个空壳 女王想到可以通过蚕食来吞并罗马帝国 这样凯撒就成为真正的国王 这时花园里传来一声尖叫 一个钱庄老板被杀死并丢进花园来恐吓女王 让她不要再干涉罗马正式 这一举动反而让凯撒下了决心按照女王的说法进行 元老院等人商议在第二天的元老院会议上暗杀凯撒 第二天会议前凯撒来见女王 从凯撒口中女王得知今天元老院的种种异常 先是派了大臣护送凯撒 而后卡普尼亚也梦见凯撒被暗杀 女王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她想劝凯撒不要去 凯撒却自负的坚持要前往元老院会议 女王找到祭司预言 从那预言的火焰中 女王看见安东尼被人支开 凯撒独自进入元老院 而后被重大臣刺杀 女王顿时情绪崩溃 凯撒去世 罗马人民喊着凯撒的名字 凯撒的尸体被火化 女王打算带上自己的财物和儿子回到埃及 安东尼料理完凯撒的后世找到女王 希望留下她 但她对安东尼宣布凯撒的侄子乌大维继承王位不满 安东尼答应女王会帮她争取凯撒里昂的继承权 并说会找她详意 她从女王手中拿过手帕作为信物 安东尼对女王萌生了情愫 安东尼花了两年时间找到并处决了布鲁德斯等杀死凯撒的叛党 乌大维受伤 安东尼才有机会指挥军队继而赢得胜利 安东尼和乌大维商定 两人和雷彼德斯采用三巨头执政的方式共同治理罗马帝国 又一年过去 女王在祭奠完凯撒的雕塑后和身边的亲信索西秦尼说 安东尼需要埃及和自己 不久后 安东尼收到鲁非欧的消息 说乌大维逼雷彼德斯出走 安东尼感到危机逼近 鲁非欧同时提到军队缺钱 暗指让安东尼去找女王 安东尼却不愿意失了自己的面子 让鲁非欧去传达自己的命令要召见女王 鲁非欧到了埃及毫无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就在众人都以为女王必定不会资助安东尼时 女王乘坐一艘大船抵达罗马塔瑟斯 但是女王坚持船舱就是埃及领土 所以她不会下船 安东尼想找她必须自己前往船舱 当晚安东尼果然来到大船内和女王商议 女王和安东尼在船舱内一同品尝佳肴 女王佩戴着印制着凯撒头像的金币制成的项链 安东尼为女王心里还怀念着凯撒而不满 女王给了安东尼暗示和嘲弄 告诉她若她再继续无所成就乌大维即将代替她成为罗马的神 女王安排希腊武助兴 最终勾起了安东尼的野心和欲望 安东尼冲入女王的内室 看到女王躺在床上 甚至还佩戴着她所谓的凯撒的回忆 安东尼怒意大发 喊出自己永远区区在凯撒身后的委屈 喊出自己对女王的爱恋 女王并没有多言 只是献上自己的吻 第二天醒来 安东尼平静的向女王叙述自己 在女王第一次坐着那尊尸身人面向抵达罗马时 就爱上了这个美艳的女子 因为安东尼的行为 乌大维在元老院对安东尼和她的支持者极尽嘲弄 尽管女王对此事不满 但安东尼为了她甚至愿意放弃权力 朱曼尼卡斯是安东尼的得力干将 为了维护安东尼被乌大维赶出元老院 女王更希望安东尼回到权力中心 完成彼此的野心和抱负 女王是真正深爱安东尼 她担心安东尼会遭到乌大维的毒手 乌大维想把自己的妹妹乌大维亚嫁给安东尼来表示诚意 女王得知安东尼已经获得十几支军队和整个东方的资源 这个消息让女王十分振奋 但是传递消息的士兵又说安东尼即将和乌大维亚结婚 这个消息让女王震住了 她平退身边所有侍从 愤怒地喊着安东尼的名字宣泄自己的情绪 女王拿着刀刺向安东尼曾经躺过的位置 而后放声大哭 安东尼在罗马也魂不守舍 乌大维亚并不得安东尼欢心 女王拒绝了安东尼派来的所有使者 鲁飞欧名言安东尼应该自己前去 安东尼亲自前往女王的宫殿 女王将怒气都发在安东尼身上 安东尼无奈单膝下跪 此时女王要求割让三分之一罗马帝国给埃及 安东尼拒绝了 安东尼在女王为自己修建的坟墓外不停跺步 最终忍不住冲进去和女王摊牌 女王的怒气让安东尼也不知所措 两人在克利奥特佩拉的宫殿中大吵起来 安东尼对女王服软 他愿意同意克利奥特佩拉的一切条件 安东尼和当日凯撒一样迎娶了女王 同时立凯撒里昂为埃及国王 还将三分之一的罗马帝国割给了埃及 元老院的成员对安东尼的行为相当不满 乌大为更是趁机煽动众人 女王开始做与罗马的战争准备 安东尼和女王在战争问题上起了争执 安东尼始终不愿意与罗马开战 索西秦尼愿意替埃及去向罗马传递和平的信号 女王只能允许 尽管他知道这是去送死 安东尼希望死后葬在女王身边的遗嘱彻底激怒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乌大为代表罗马正式向埃及宣战 战争就将在希腊的埃克提安打响 安东尼坚持将陆军拖到海上作战 听不尽身边的将领的劝谏 安东尼将将领之一的由法诺免职 又将反对自己意见的得力助手鲁非欧 替换成迎合自己的拉莫斯 女王对安东尼的改变十分不解 安东尼带着军队登上战船 向乌大为的军队进发 双方士气都很旺盛 相比起乌大为的船只 安东尼的船只更为笨重 安东尼朝对方开炮 对方船只不仅不躲避 还朝安东尼的船驶来 安东尼以为自己快要胜利 冲上乌大为的船只打算杀死乌大为 在岸边观察的安东尼的手下 和在后方船只上的女王都察觉到不对劲 就在安东尼取下乌大为的头盔时 才发现根本不是乌大为 安东尼和乌大为的船只都起火了 大家都以为安东尼和乌大为双双阵亡 女王在知道安东尼阵亡后决定返回埃及 安东尼远远的看见女王的船开始离开战场时 放弃军队乘坐小船追随女王而去 在岸上的将军们看到女王离开都嗤之以鼻 战争以乌大为胜利告终 安东尼到达女王的船上 鲁飞欧看到他时表情似乎在指责他错误的指挥 和战败后丢下军队 战败后回到埃及的安东尼不愿和任何人说话 也不搭理女王 女王祈求安东尼振作 女王知道安东尼是在责怪自己在艾克提安海上逃跑 他向安东尼哭诉自己的无奈 安东尼只是默默离开 乌大为进入埃及地界 派来大臣和女王谈判 乌大为提出要安东尼的向上人头 女王强烈拒绝 安东尼躲在女王为自己修建的坟墓里 女王找到她 并希望安东尼重新振作 女王对安东尼的颓废很不满 安东尼却对女王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更不满 安东尼痛恨自己为何没有牺牲在战场上 女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爱安东尼胜过自己的野心 他恳求安东尼和自己一同活下去 安东尼重新振作 骑上战马奔赴前线 乌大为在埃及境内散布谣言 让民心不稳 女王和侍女夏密安艾拉要留在埃及 让阿波罗德斯派侍卫队护送凯撒里昂离开埃及 乌大为的军队节节胜利 乌大为表明自己要活捉女王和安东尼 女王送走自己的儿子凯撒里昂 侍卫队队长和三个手下半城商队 带着凯撒里昂逃出埃及 安东尼到了军队中和众军官商谈战略方针 安东尼让鲁飞欧天亮前叫醒自己后就前去休息 安东尼一叫醒来天已大量 没有人来叫醒他 他顿觉不对 出了营帐门一看 整个营地空无一人 唯一躺在地上的尸体正是他的得力助手鲁飞欧 安东尼明白自己大势已去 远方传来大队士兵的声音 安东尼骑上战马 即便只有一个人也勇敢迎战 安东尼冲入包围圈 但是乌大为的士兵只是抵挡 安东尼丢下了象征着身为罗马统治者的权杖后 转身策马离去 乌大为的军队渐渐靠近女王的宫殿 战车里还载着凯撒里昂的尸体 乌大为取下女王临行前给凯撒里昂的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安东尼回到宫殿 发现只有阿波罗德斯留在宫中 安东尼一心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让阿波罗德斯杀了自己 阿波罗德斯拒绝了 安东尼自己把剑刺入腹中 阿波罗德斯连忙带他去领寝见女王 安东尼还剩最后一口气 和女王说完话后 他死在了自己最爱的人的怀里 女王哀痛不已 乌大为抵达女王的宫殿 发现死去的阿波罗德斯 手下带来消息说找到了埃及女王 同时也带来安东尼的死讯 乌大为想拿自己的身份威胁他和自己回罗马 但女王的气质仍高高在上 并不受乌大为的压迫 乌大为故意让女王看见戴在自己手上的凯撒里昂的戒指 女王迫于儿子的安危 答应他前往罗马 其实女王早已做好死亡的准备 他让夏密安拿来毒蛇 给乌大为留言后 女王要侍女为他换上第一次和安东尼见面时黄金制成的衣服 夏密安拿来藏着毒蛇的水果栏 女王将手伸入其中 艾拉不禁哭泣 乌大为收到女王的留言 知道他必定自杀了 乌大为赶到领寝时 女王以身着黄金衣上躺在自己的棺木上 身边躺着已死的艾拉和尚存一息的夏密安 罗马人问夏密安是否符合高贵李仪时 夏密安回答 极为高贵 许多高贵的君王最后都是如此的 一代艳后就此香消玉云 埃及艳后 克利·奥佩特拉七世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法劳 他的容貌 他的情史 以及他的死亡都深深吸引着后人 女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无与伦比的美貌和手段都是另两个极显赫的男子败倒在他脚下的资本 现在关于他的传说已经远远的消失在比尼罗河更长的历史中了 他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风华绝代的背影 还给我们更深的启示 在残酷的生活中你必须坚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